2022年6月6日 北京暂停堂食36天后 终于恢复 这天上午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餐厅 又开始了往常的忙碌 22岁的餐厅服务员裴雷宇 一早就开始打扫卫生 准备迎接中午的第一波食客 厨师刘杰和同事们忙着在后厨备菜 老板高亲友 是餐厅最忙碌的人 里里外外大小事务 都要他一一张罗 这次疫情过了以后 就跟你一个新店重开张是一样的 什么东西得得走 什么流程得重新走医院 没办法 这会儿话那会儿 你要一直用着就没事 有些电机就怕坏 就怕放 一放就完 所以这个疫情损失太大了 在人员上 在组织人员上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也都是轮休 就是组织一下 再重新安排一下工作 是不是就用菇油缸就这一包 完了那拉窗你搁什么做 拉门呢 拉门一面还这样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好看 接下来 就搁玻璃来回拉 就搁玻璃来回拉 带锁的 它得锁 对 得锁 玻璃都干化的 也不小 够用了 四成八是吧 四成八都行 那不行 四成八的太厚了吧 高清友的饭店 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主营穿香菜 从一家五十平米的小店面 发展为现在近四百平米 拥有厨师和服务员三十多人 买卖大了 开支自然也大 过去的一个月 饭店一直靠打包外卖 和在门口摆摊 销售各种熟食的方式 坚持着 我上面我做的床 上面有一股 贵的汤食 那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得一点点 就尽量把水平都降一点 那这种方式 可以减少何大的损失 减少十分之一 到不了 也差不多十分之一吧 就是你像我一年最一个月损失 大概得五十多万 他这家的流水一天 大概就在三四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对就三四千块钱 就一月流水你就算 就算十万算 我的开支就减少三十六万 我在家租金 水电费 你算我怎么能挣出他呢 我就全是利润点 也就十万嘛 而且你肯定要成本点在里面 就是份是份是吧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我打这么一个菜 一份 十二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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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瓶也十二 就一盒菜就十二块钱 疫情期间不允许裁员 裁员是违法行为 我们只能就这么生天 说实话 死的心 你死都死不起 你没招 要这种情况 我最多最多 能支持到一个六月底 这两天的好消息 都清零了 这倒是个好消息 你每天关注这个 肯定啊 天天关注我 餐饮经营单位 继续暂停堂食服务 朝阳 2022年5月1日 北京疫情防控升级 除了暂停堂食以外 娱乐场所 理发店等服务业业店面 都纷纷关闭 一些理发师 开始在他们所在的 小区的露天区域 为邻居们减发 9四年 9四年 你可够操心的 生活 看您够操心的 白头那么多 我们都是为了生活 生活不易 我21公司基本上 把电脑都搬回家了 最近的影响 就是心态 在家就很比得起 毕竟人是穷居动 你得出去活动 我长期你在一个室内 心灵跟生理都受不了的 都说在家 逼不住了 不想喝完累了 对于住在城市的人来说 堂食并不是只为吃饭 除了美食 还有更多的社交需求 随着暂停堂食的时间 越来越长 在北京的街边 开始出现很多露天野餐的人 以前有这样吃过饭吗 乃兽跟南方那种 像什么城市城 屋屋边那种感觉 炒热 本来是端着吃 没办法端着太累了 拿着凳 时常生活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出去玩也不能玩了 就只能在家待着下班回家 就很期盼快点 让我们去屋里吃 早日恢复正常 让我们的工作生活 然后娱乐都恢复正常 对 您呢 您有什么 戴上口罩最好 医生过去 对 戴上口罩最好 现在戴口罩已经成为一个下意识的习惯了 对 对啊 我们还这样吃着呢 就立马戴上口罩了 有需求就有供给 很多餐饮商家拿出自己的招牌菜 开始在店面门口摆摊 回街的餐厅摆出了小龙虾 烧烤店开始将肉品和烤炉打包外送 火锅店也变身成为菜市场 看一下萝卜 看一下萝卜 不让食物进门 开始就在外面摆摆 对对对 怕太多了 太多了 我还说感觉差不了太多 这都十块八块的东西 卖不上钱 对 都太便宜了 对 都是为了方便嘛 像我们在外面挣不了多钱 一盒这样十多块钱 鸡腿 这都是酱货 对 这酱的鸭头鸭脖 都有点小麻小辣的那种 什么口味都有一点 我放到里面应该是 可以的 你吃个地墙里面就这么吃也一样 好 来 好 鸭脖 在疫情期间 你看摆在外面卖 我就没喊过 我就在外边喊 就是说走一走 看一看 什么什么的 就在那大喊 就自己确实主动的鼓励自己要喊 对对 一定要喊出来 你要是不喊出来的话 他那个流水量 你假如说今天一天你不喊的情况下 他一天就卖 比如说卖五千块钱 你要是喊一点的话 他至少就是有一点人流量 能卖个六千块钱 你说多出来那一千块钱 虽然说不多 但是也是我们尽力了 对 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尽力了 就是拼尽自己的权利 在我眼里边就是 真正给我们发工资的人就是顾客 如果没有顾客来投资 我们从哪里来钱 老板从哪里来钱 老板没钱我们就没人去 今年22岁的裴雷宇 是这家饭店里最小的服务员 也是唯一的00后 虽然年纪小 这已经是他在北京打工的 第三家餐厅了 2020年高中还没有毕业的裴雷宇 就从老家河南安阳来北京闯荡 在北京就是喜欢北京 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小 以前就是带着我 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 是在天安门照的 然后我就在想 我说小时候去过我也没去过呀 然后我当时就是这种心理 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刚开始我不上学的时候 我爸是挺生气的 但是我爸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自己选择的路 以后你不管好与不好都不要怪我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我爸跟我说的话 但我现在也不后悔呀 那个餐饮吧 晚上下班也是比较晚的 特别累这个火 有时候也是服务行业 有时候会受气 但是那时候客人喝多干什么的 有些说那些话就是你听着会很伤心 但是挺锻炼人的 裴雷雨已经在最佳饭店工作了快一年 每天从上午十点 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 每周休息一天 5月1日暂停堂食后 她改为隔天上班 虽然工资减半 但想着老板也不容易 她也努力在饭店门口叫卖 其实我挺佩服老板的 你看疫情这么严重 还能继续开着 其实自己就应该也赔钱了 就疫情是吧 还能就是顾着我们 其实就这一点很多家店都关了 会觉得自己挺幸运 就像上次我们店隔离的时候 我也去隔离了 隔离有二十多天 但我们老板就是 还正常给我们发工资 只是工资按百分之五十发 这李王胖当时生意不好嘛 就是给员工挣点钱嘛 只能挣着给员工 购员工吃饭的 还有他每月的就是一半的工夫 基本上老板是不挣钱的 老板是为 就摆这个摊是为了给员工挣钱 有多少损 这么来说吧 一天大概在这个数 那叫老板升卡 升卡 好快 这又改大了 这种东西以后就别卖了 盖了 你盖了 你也搬了 要主长去处理 他那个上回炒 那个改小的一个 一炒就相当很不容易 那也不能 那小了炒就搁大了干 那也要不就不卖这些菜 对不对 做不好就卖了 高清柳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今年52岁 1995年 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 六年的时间 他从饭店的秦扎工 做到了老板 2001年 高清柳在北京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饭馆 03年嘛 赶上 那个叫什么飞店 飞店的 人就没有了 没有完 这时间我就把这个给转上了 不是飞店 我转不了 得自己去做 当时自己做也不太挣钱 但也害怕说 这个家要这么飞店 要持续下去 肯定咱也 那些能力实际都有限 后来给他转了 转完就回老家了 那个转纯粹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避险 对 就是避险 要那个地儿一直做 肯定挺好的 回家又做了两年工程 也是赔的一塌糊涂 又回来 又开始从做一个小在家里做了 2008年 高清友回到北京继续开饭馆 从小馆起步 到如今做成30多名员工的大点 2020年疫情出现后 高清友吸取飞店时的经验教训 他决定这一次一定要坚持住 越大赔越多 这三年谁不好过 因为你做的时间没营业 员工的心态 员工的心没得往回收 但是员工有些呢 疫情当中呢 就是说有回家的回不来的 还要去信员工 你还要终于培训面临 厨师那块菜 菜股里面的还要换 因为到季节去 正常的呀 我们这个菜股应该早就换了 无一句钱 原来是不是这个 你们在外边卖的那个菜 也是你们做的 对 也是我们做的 我是17岁就开始炒菜 完到08年都17 18岁了 南北京的那个 那时候在南尔华那边 做过那个死锅鱼 刘洁1990年出生 来到这家饭店做厨师前 也曾是一位饭店老板 2019年 在北京做了十年厨师的刘洁 转站广州开了一家烤鱼店 然而开业还不到一年 就因为疫情关了章 完了就这么亏了一百多万 头几个月的生意也不是说挺好 也不赚钱也不亏钱 这个店本来就是要养的嘛 从来遇到疫情就没了呗 对 关键是还不知道持续多久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父亲 父亲常年在医院呆着 就一直有事自己行 有事自己行 喂 你好 喂 你说 哪个银行呢 肯定还着 因为但是没办法 这个遇到大环境 你没办法 我现在还现在刚刚打电话 还是吹载的 哈哈哈哈 我西红桃啊 饭店倒闭之后 刘洁贷款买了辆货车跑运输 然而钱没有赚到 卖车还赔了七万多元 2021年春节后 背了一身债的刘洁 再次来到北京 重新干起了老本行 很想着打工能够安稳些 但过去的一年 日子过得并不平静 今年三月 由于有确诊病例 来过饭店就餐 餐厅暂停营业 全员被集中隔离了21天 复工后仅一个月 又赶上了暂停堂食 上次我们去隔离去了 去隔离去了 那是一次 这又是一次 老板成长的 比我们压力大得多了 我也是当过老板的人 挣不到钱 老板比我们的压力更大 好像得进去嘛 炒菜 我走了 对 恢复唐食以后 跟那个 前段五一不让唐食的话 这个工作量 回到正常的时候了吗 现在没有 没有回到正常的时候 对 感谢机威 感谢MTV 就是正常营业的时候 比这两天还是要更忙一些的 对 这两天还是要更忙一些的 这两天还是要早点忙一点 这两天还是要早点忙一点 对 这茶准卖得快吗 今天不行 今天主流就卖一块 今天怎么样 今天这边 今天就那会一顿 然后菜再做 再没做鞋子 再没做鞋子 嗯 多谢你呢 十三块钱二斤 哈哈 行 你都没了 到啊 到货了 我看了 跟我宣传呢 基本都是 不是说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赚 都是哥们之间的赚 他想赚钱 说在我这儿 在我笑一条好的时候 我别亏累 愿别心良 他愿意赚你 至于说不警惕 他可以不要钱 之前出现过那个人 在您不警惕的时候 他 他先不要钱 有啊 很多啊 对啊 甚至说不要工具 多点生死就可以了 对 懂 所谓的懂 你想要什么他懂 他想要什么你懂 对吧 所以咱做事 想要一个 他的实际实际 帮着你 他做到 餐饮经营单位 在落实好各项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开放堂食服务 控制人流密度 合理保持就餐兼具 你们明天就可以完全正常营业了吧 对 发新闻是这么通知 哦 感觉怎么样啊呢 我肯定是开心呗 能开门一个都越不开门 人家开门多高兴 今天是不是都没有心思在这摆啊 那也有 该卖还得卖 都同样都是挣钱的 都卖点钱 第二天一早 高清友 裴磊雨 刘杰 和30多名员工 早早来到餐厅 打扫卫生 重整炉灶 准备迎接复工后的第一桌客人 十一点刚过 第一桌客人来到餐厅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 餐厅共接待了十几桌客人 晚餐的流量更加稀少 恢复堂食的第一天 利文师傅的销售额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好 网络上有分析人士指出 恢复堂食后的第一餐 很多人选择了网红餐厅 而像利文师傅这样普通的家常菜 并不是报复性消费的首选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这两天你看刚开业也不忙 也没啥人 我感觉吧 差不多恢复的话 还是得需要个一个多星期 十天那个药 就差不多 对 因为刚刚开始嘛 因为有很多人他有 也还是不想出来吃饭 疫情 这期间的损失 多长时间可以补回来 大概 我这是两轮了 第一轮是三月份一轮 这是五月份一轮 就这前面这一年嘛 我能缓个劲 就能把我赔的钱赚回来 还得说这生意恢复到正常 好 累了 Holiday 一天你应该不值得吗 值得 我们现在在中午晚上都得值得 喝点啥都走 我们啥都走 但来北京之后 特别是干这个餐饮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已经 什么想法 就有一种心理就是想 先锻炼锻炼 然后就是自己以后 也要不了以后吧 就是最多也就个 两三年三年左右 我也想就是干一下 就是餐饮 那你这个目标其实很明确 对目标挺明确的 说白了就想自己当老板 对 肯定我不想 因为我不想到三十岁的时候 还出来打工 我不想 这一上进是密码就火烤的 是吗 对 打个抖一扎了 就啥了 这扎钱就不够了 对 这一上进是密码就火烤的 对 打个抖一扎来就啥了 密码就火烤了 这扎钱就不够了 这扎钱就不够了 就是这一扎 这扎钱就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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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这家店的老员工吗 不是啊 我刚来几个月 那之前都做什么工作 之前我一直都是干三年的工作 你俩瞅瞅点我去做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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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再来拍一下 给我拍一下 给我拍一下 你动呢 我给你弄一下 哦 我拿不拿头 我看不见我 爸我来看见我 这不我真的抓你啊 你用美人拍照呗 啊 用美人拍照呗 拍照片 用拍的美一点 万一你给我拍的 我就这么火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把我招受了 所以你把我招受一点 万一你把我招弄得火了 我跟你说大哥 是吧 我就怎么了 我就说你是我们的导演 我说万一我们俩火了 你给我们美人拍的美一点 当时你我们红了吗 你不也红了吗 您好可以光临 好朋友解放了 不喝点酒 不庆祝一样 那您就在自己店里喝不就行吗 放不开 我打算怎么庆祝一下 就是 那家伙去别的菜喝酒 就 也干活一天 也累了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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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